不供养父母,你永远都富不起来,改命永远是从孝顺供养父母开始的,什么是戒,孝顺父母就是戒,如果没有佛,就把父母当作佛来侍奉,你一念孝顺,供养一次父母一丁点东西,这样的福德就超过你供养一百位高僧百千万亿年,孝顺供养父母,哪怕只是做一天,生活都会有不可思议的改变, 一年不抵触顶撞父母,能灭尽三十年力气,之后你缺少的,一起到来,不顺的,都自动顺遂,你就算拿一个月孝顺供养父母,让父母高高兴计,你手头上的这件烦恼事都会自动化解的,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,孝顺父母,供养父母的福德非常大,获取的福报是现实报,甚至福泽来世报,孝顺供养父母的深厚福德,可以扭转苦恶命运, 让生活充满不可思议的美妙色彩,为缘化解,不顺消失,心里想要的都会如愿,舍得花点时间陪伴父母,让父母心情愉悦,身体康态,积累了现实福德,那么手头麻烦,内心忧愁就会迅速化解,学业考试出色,工作婚姻顺利,累积世代资粮,生活充满福德,一切都会顺移, 佛陀说,子女一年不顶撞埋怨父母,能灭尽三十年力气,与父母交谈,面容和乐,柔生细语,你身上慈悲的气息就会吸引诸佛菩萨保佑加持,鬼神也会敬重远离你,不给你设障碍,从小孝顺父母的人,仕途都会顺意高升,家庭都会和乐吉祥,孝顺父母,对父母恭恭敬敬, 可以迅速增长福禄,用心供养父母,让父母晚年幸福,不但为父母延长福寿,也可为自己积累福寿,尊敬供养父母的人,备受他人信任尊重,尝尽贵人,可以最快地聚集世代资财,孝顺父母不能停留在口头,要有行动来供养,不舍得花钱供养父母的人,即使再有钱,脸上都会写满穷字,为父母花钱的人, 最为富有,尊贵,佛陀告诉众生,一念孝顺之后,要懂得拿些微物供养父母,为父母花钱放生,为父母花钱不失,为父母花钱行善,是孝顺父母最好的供养,改命,永远以孝顺供养父母为首,不孝顺供养父母的人,损福比损福快,无法改命,孝顺供养父母的人,基福比损福快,既得改命, 父母福报身后,就会福泽子孙,孝贤成才